2002年的一天深夜 云南玉西市一个小村庄里 发生了一桩严重的刑事案件 村民杜兰兰在家中被人谋杀 受害严重的杜兰兰因失血过得晕了过去 他的堂弟杜小祥则是当场毕命 邻居立即就拨通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经过医生的连夜抢救 把杜兰兰从生死线上给拉了回来 但他由于伤势过重 暂时的尚未苏醒 平静的小山村里 突然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案件 村民是人心惶惶 警方的办意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必须得尽快将凶手抓住 替受害人讨回公道来 因为案件发生在深夜 村民基本上都已经是睡着了 没有人看到刑凶者究竟是谁 但通过走访调查 警方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杜兰兰跟小叔子吴小鹏之间 有着很深的矛盾 而且在案件发生之后 吴小鹏不知去向了 种种迹象都表明 吴小鹏具备作案嫌疑 此时的杜兰兰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杜兰兰告诉警方 凶手就是他的小叔子吴小鹏 得知堂弟杜小强死亡的消息以后 杜兰兰顿时是悲痛欲绝 说是他连累了堂弟 并哭着求警方一定要抓住吴小鹏 有了这些证据之后 警方对吴小鹏就展开了通缉 而且是发出了协查通告 让人意外的是 吴小鹏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从此就杳无音讯 也没有跟亲朋好友联系过 尽管如此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 对吴小鹏的追查 相信有朝一日 必定会将他绳之以法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可惜警方依旧是没有发现吴小鹏的行踪 直到2022年7月的一天 居住在长沙的一位姓赵的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十年50岁的赵某指纹信息 跟逃犯吴小鹏的指纹信息 基本就是吻合的 长沙警方果断出击 将赵某逮捕归关 并通知了云南玉西警方 被押送回玉西之后 赵某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 承认了他就是逃亡了20年的吴小鹏 对自己杀害杜小强 以及重伤了嫂子杜兰兰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吴小鹏身为杜兰兰的小叔子 他与嫂子之间究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即便两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吴小鹏为何会对杜兰兰的堂哥痛下杀手的呢 当吴小鹏说出他的作案动机之后 办案人员都纷纷地冒出了冷汗 怒斥吴小鹏就是个人渣 这一切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吴小鹏的哥哥叫做吴富贵 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的杜兰兰 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 对彼此都非常的满意 于是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 吴富贵不仅是勤劳能干 脑子也是比较灵活的 凭借着努力挣了不少的钱 通过几年打拼以后 吴富贵盖了两层小羊楼 成了村里面比较富裕的人 妻子杜兰兰外貌非常的出众 是远近闻名的村花 她的人品和作风一直都很不错 心里只爱丈夫一个人 对公公婆婆也很孝顺 村里人无不是对她称赞有加 反观吴富贵的弟弟吴小鹏 初中辍学以后就是在村子里晃荡 既不愿意出去打工 也不肯下地做农活 眼见着已经二十多岁了 依然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父母多次劝他找份稳定的工作 但吴小鹏压根就不把父母的话 放在心上 考虑到弟弟该结婚了 吴富贵就劝他改过自新 否则不会有人看上他的 面对哥哥的忠告 吴小鹏不但是不领情 反而是觉得哥哥是在嘲笑他 两兄弟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 吴小鹏开始记恨哥哥 并对美貌的嫂子动了歪心思 1996年的7月 吴富贵跟着村里人 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一走就是半个多月 妻子杜兰兰在家照顾孩子 一天夜里 吴小鹏拿着一把水果刀 翻墙进入了嫂子杜兰兰的院子 随后想办法就打开了卧室的房门 威胁嫂子不许呼救 否则就杀了他 面对小叔子的威胁 杜兰兰吓得是不敢吭声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叔子吴小鹏 竟然是侵犯了他 几天后 吴富贵回到了家 杜兰兰哭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希望丈夫和公婆 能够替他主持公道 还表示这件事必须得报警 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 吴富贵和父母 对杜兰兰安慰了一番 但是并没有报警 只是把吴小鹏给批评了一顿 这件事过后 吴小鹏不仅是没有收敛 反而是更加的嚣张了 觉得不管自己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父母和哥哥都会原谅自己 一段时间以后 吴小鹏再次侵犯了嫂子杜兰了 并且被哥哥吴富贵当场给抓住了 看着屡教不改的弟弟 吴富贵是忍无可忍 立即就跑到了排除所报了警 经过法院审理 吴小鹏因为强奸罪 被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 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002年吴小鹏刑满出狱 几年的牢狱生涯 并没有让他认清自身的问题 反而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坐牢 都是哥哥和嫂子害的 在他阴暗的内心深处 埋下了一颗罪恶的种子 那就是狠狠地报复哥哥和嫂子 十月份的一天夜里 吴富贵被邻居叫去喝酒了 孩子去走亲戚了 只有妻子杜兰兰在家 正当杜兰兰准备休息的时候 堂弟杜小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杜小强之前从堂姐这里借了几百块钱 这次是来还钱的 就在杜兰兰跟堂弟在院子里面说话的时候 小叔子吴小鹏提着菜刀就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朝着杜兰兰砍了过去 由于事发突然 杜兰兰和堂弟杜小强都没有反应过来 吴小鹏对着嫂子杜兰兰连砍了几刀 杜兰兰当场倒地不起 看着堂姐血流不止 一旁的杜小强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即和吴小鹏就展开了搏斗 可惜杜小强是赤手空拳 而且吴小鹏是手持菜刀 加上吴小鹏的身材魁梧 杜小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就被砍了几十刀 当场就没有了呼吸 发案之后 吴小鹏连夜逃走 幸亏邻居们及时发现受伤的杜兰兰 打电话报了警 此后的二十年当中 吴小鹏先后躲在了广西 贵州等地 后来又逃到了湖南 托人以赵母的身份 办了个身份证 在长沙定居下来 直到被警方抓获 真相大白之后 吴小鹏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老崔认为像吴小鹏 这种丧尽天良的罪犯 死缓对他来说太轻了 应该立即执行 好 感谢观看